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哦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九点墙墙困 哦 烧哦 嗯 好吃 嘻哈 全体青蛾准备出发 对着我坐上时光镜 飘上微笑的白云 飞进幻想的童话林 七兄弟金鹅还有国王光屁屁 哎呦 丑小鸭 灭鹰 驢子说话真神奇 耶 真的啊 飞说不可的故事 在趴地妈咪的笑容里 飞听不可的故事 在亲爱飞逼的美梦里 我们的爱统统在 飞听不可的故事里 咦哈 欢迎来到 酒吧秀来九点墙困 今天节目开始了 OK 非常开心 我们刚才跟校长聊一聊 我不是晚进来哦 对不对 收听我们节目说 嗨啊 已经放到这个时候了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什么 没有放爱眼健康歌 爱眼健康歌才代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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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规律怎么那么快 就看得出来了 你们都以后可以做 什么侦察组吧 什么 什么减调啊 放轻松一点 是刚才跟校长聊天 非常有趣 等会儿再跟各位小朋友 一起分享 好的 我们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我们聊天过去一些 节目的一些精华 一些特别的精选 你可以到我们官方网站上 点 线上随选重听 那个位置 或者YouTube的 酒吧新闻台频道 现在也是不错的 里面呢 也有咱们成为精选单元 哇 赶快上去 OK 看看今天 你要问什么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咕叫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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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 全部的答案都在 抢抢棍百科全数 呼叫塔台 呼叫塔台 这里是抢抢棍航空 168号班机 请遵循我们酱肉机场 四个便当 塔台 今天我偷看了一下 我们机上的飞机餐 有我最喜欢吃的小番茄耶 正当我想趁机拿一份 来吃的时候 我同事就走过来跟我说 小番茄当初是为了飞机餐 所开发出来的品种 真的假的 小番茄真的是为了飞机餐 所开发出来的品种 又要请塔台帮我请假一下 聪明的抢抢哥哥 小番茄真的原本是为了飞机餐 所开发出来的品种吗 请抢抢哥哥 告诉我 很多人喜欢吃小番茄 你妈妈还在团购 好 的确因为小番茄不但颜色漂亮 长得小小可爱 甜度也高 那真的是挺受欢迎的 一口一个 不过就像刚刚168 一路发 班机机长就说了 其实小番茄真的原本是 美国为了在飞机上 也可以想用番茄 而开发出来的品种 之后 包括日本人 以及咱们国内有西瓜大王之称的 蔬果育种专家陈文玉爷爷 他继续改良的更小的品种 陈文玉爷爷就是圣女小番茄 就是他好像是为他的孙女 研发出来的 我还看过他的故事 他有一本书嘛 西瓜大王的故事 那最后反正总之开发出来的 就是变成我们现在常看到的 这种像圣女小番茄这种小番茄了 最早的动机 最早开始往这个方向研究 是希望在飞机上可以享用 不然那么大一颗 牛番茄一挤到喷到隔壁的脸上 对不对 对不起先生 弄我一脸上番茄都不好 所以小番茄 其实小番茄有时候也不在 你在嘴巴里一不吃 还是可能会 但还是要咬的吃 孩子讲话比较好了 先不要想番茄 说到番茄 早期的番茄 其实味道 没有像现在的小番茄那么香甜 甚至以前在南美 森林里面 番茄被认为有毒 因为为什么它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加上颜色这么鲜艳 当事人一看了 说这种一定肯定有毒 谁敢吃啊 而咱们国内最早的番茄品种 则是番茄炒蛋 最常出现的黑色 黑柿子番茄 南部俗称 甘巴米 甘仔蜜 这种品种的番茄在尚未全熟的时候 是一种沉沉的绿 全熟的时候转红 而且土味比较重 所以是来做菜用的 当水果 北部还沾白糖 南部会沾姜末 姜汁 对对对 酱油糕 对对对 强哥小时候都吃过 因为强哥住在高雄台南 南部的吃法吃过 后来又搬到北部来 北部沾白糖的方式也吃过 我的母亲还特别会把它 剁剁剁碎 剁碎以后 变成番茄 像番茄又很碎 就小丁小丁的 放在水里面泡着 然后也再撒上白糖 夏天回来的时候 喝这么一碗 家里独特制的番茄甜汤 哎呀真的是 现在想了我都觉得流口水 你看多好 后来我母亲研发 还把芒果啊香蕉啊 凤梨啊什么这些 都丢进去 哇加上起来 哇这个水果蜜的这种 这种一个甜汤 一喝强哥就喝个三四碗 后来就慢慢变成强哥 现在这个样子了 好了好了 来来来来 讲了番茄出个题目 意大利有句说 意大利有句话说 番茄红了谁的脸就绿了 哎很有意思啊 番茄红了谁的脸就绿了 一 老师 二 医生 三 警察 四 餐厅老板 这应该可以推认得出来 八三六九 三三九八 校园特工队 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哎 哎 你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老师 哦 你又是谁 我是校长 啊 怎么校长老师都来了 是 山青水长 依依风华 首领身份 求学好地方 什么地方好地方 学风凉好 学风凉好 美名羊 美名羊 在北出笑云唱 笑云唱 师长 树里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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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将为我成长 今天教的我成长 同学相互便宁聚一张 快乐学习共欢唱 奋法向上 不为风浪 提起秋高 勇往直前来向荡庄 哇 这歌的旋律还真的很挺正面的 听得我热血沸腾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欢迎新北市深坑区 深坑国小 钟明胜中校的来报到 校长好 校长好 小明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校长其实呢 对本节目并不是那么陌生 他五年前曾经来过我们节目 介绍的是中一国小 没错 中一国小你大了八年 对 那中一国小是你的首任国小吗 不是 第三所学校 哇 你第一个校长是 十分 十分 十分国小对 然后到 到戏子 戏子国小 中一国小 现在来到深坑国小 深坑国小 深坑国小我们也介绍过 那厉害了 在2003年12月18号 12年前 哇 哇 哇 真的是 哎 讲到这个哈 我最近打个岔 这个 其实好像在国内讲什么 哇塞哇塞不好 对不对哈 可后来我发觉其实在对岸讲 哇塞 是一个就是说还蛮常用的 连小朋友都在用 哎 好奇怪哈 哦真的啊 对不起啊 强哥一直觉得 哇塞都不好的 学校也不应该讲这些话 但是我就想说 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发觉 不同的地区 会有不同的地方的习惯和文化 那校长去过这么多不同的学校 今天啊 来到这个深坑国小 事实上 刚才我已经偷偷问过了 深坑国小跟校长好像还有一点渊源 先跟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 深坑国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呢 有多少多少人 他的历史有多少 跟校长特殊的渊源又是什么呢 最深的渊源就是我是实定人 就是隔壁乡 哦 哦 所以你现在从你家 那你后来去那么地方教书 那你应该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没有 我 一直住实定哦 我当校长19年 那我就是搬回实定19年 哦 所以你之前在别的地方 那个在什么细址啊 在什么 我也是住实定 对 那时候当校长的时候都是已经住实定 哇 那你那现在回到实定 然后在深坑国小 是最近的 最近的 从您住的地方到学校大概 五公里 五公里 对对五公里 哇 就有一种回乡的感觉 没错 那深坑国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这个学校他的历史是怎样 有多少位小朋友 稍微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深坑国小 到今年已经创校117年 哇 强哥真的每次都犯这种毛病 小看了别人 总觉得深坑国小 对不对 因为他并不是在这个台北 大台北地区最中心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必须说嘛 但是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哦 对 哇 那深坑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有很多百年的就是这些老术 包括我们有百年的章术 哇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一个百年的礼堂 哇 所以整个学校的氛围里面就是古色古香 哇一百多年的你看看 好不可思议啊 现在学校大有多少人 现在大概一千出头 也不少哦 对对 但是事实上在历史上来说 这一百多年里面有最高峰的时候是有多少人 其实最高峰应该在一千一千五左右 最高峰在一千 也是近期 也是近期而已 所以现在算是蛮多人的 对对对 其实是不是也是因为更多年轻的夫妻啊 或者年轻人在那边 然后小朋友就在那边就进读书 对对对对 有从外地搬来 搬来嘛 到大台北地区 是工作啊 求学 后来就在这边留下来 是 然后就买房子或者租房子 没错没错 生了小孩就到深坑国小在那边来读书 因为深坑是算是台北的后花园 对对对 他离台北像101 那个星期隧道过去不到15分钟就到东区了 很多人事实上就在假日常常跑到那边去 对对对对 对对 外面就在讲的臭豆腐 对对 深坑臭豆腐很有名 是是是 看看大家都全靠美食 不过也是啊 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特色 深坑国小有些什么特色呢 深坑国小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深坑国小有百年历史当中 可能有爸爸 阿公 阿祖 对不对 都是读深坑国小 欢迎各位小朋友打电话进来 8369 3398 8369 3398 是不是深坑睡得比较早啊 怎么现在呢 打电话进来没有那么多人 也有一千多位小朋友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8369 3398 马西乌朗卡里来 我们来接龚玉仁先生 龚玉仁你好 喂 强哥好 还有校长跟校长 校长好 你好 龚玉仁先生有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有 什么时候听过 从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在听了 哇 哇 看样子校长今天并没有跟学校同学讲 是不是 他们知道你会 知道 有讲 那只有龚玉仁 因为他长期追踪本节目 你知道妈妈肚子就听我节目 听到五年级啊 听到十岁十一岁了 你怎么中间都没有想要打电话进来过 就是那个 我不敢打进来 然后这就是老师说 校长来 有来 所以我就打进来 哇 太棒了 玉仁在你旁边 妈妈肚子在旁边吗 妈妈就在旁边 对 你不是从妈妈肚子就出来 那我看一下那个空间 妈妈肚子在旁边 妈妈在旁边 太好了 妈妈有在旁边笑吗 有啊 好的 旁边还有别的大人吗 爸爸 爸爸有在旁边笑吗 嗯 没有 他比较严肃一点 好 龚大哥不要这样子嘛 请一下 各位先 各位小姐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我们都要掌声欢迎 孔孕仁一家人 爸爸妈妈和孕仁 可爱的五年七班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我们当然要欢迎 她听了这么多年 爸爸妈妈的选择是最正确的 好的 刚才我们有一个问题 请问啊 番茄红了 这意大利的一句话 番茄红了 谁的脸就绿了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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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谁 医生 为什么你觉得 呃就是 吃番茄的身体有比较健康 非常好 番 不是番茄 医生 正确 我厉害了 遇人开心 想跟校长说什么话 请说 嗯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校长说 你什么 你们家什么时候住到这个深坑来的 我来说 三年前 哦就是 哦就是差不多 生你之前来到这边来的 生我哥哥 生你哥哥的时候 哦 哦那你哥哥是不是也读深坑国系啊 对啊 哇 他毕业了吗 还没 嗯 哇 好酷哦 哇 那你 你你你 因为你比校长还早啊 校长是去年八月的时候才来深坑国小 那遇人你告诉我深坑国小 告诉校长 你最喜欢什么地方 嗯 操场 哎呦 为什么喜欢深坑国小的操场 因为我可以在那边跑步 哦看样子 遇人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小朋友 还有踢足球搭着地球 哦你还喜欢踢足球 哇你是运动高手啊 嗯 哇 那你这么喜欢运动一定认识很多朋友哦 嗯 那好的 我们现在连线一位新的朋友 这位同学请你不要讲出你的名字是谁 好但是请这位同学先跟校长打一声招呼 你好 你好 裕仁据说这位同学认识你 你听他的声音 他讲下张看哦 你觉得他是谁 听你这样说一次吗 那等会这位同学 那请你叫跟龚裕仁同学打声招呼 嗨龚裕仁 哎 龚裕仁同学是体育高手 不知道你的耳朵是不是跟你的腿啊手啊 一样这么灵敏啊 听出来他是谁没有 没有 没有关系 因为他两个字什么三个字 你好 龚裕仁嗨 谁知道是谁啊 没关系这位同学跟我介绍一下 在你心目中龚裕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运动高手 我也知道 刚才他讲了 对不对 你要再讲一些我不知道的 还有什么事 嗯 你说说看 他平常很活泼 你们全校一千多人 他第一个打电话进来 肯定是最活泼 最勇敢的 对不对 没错 好的 讲了这么多话有龚裕仁 你猜得出来 他是什么人 不知道 还不是不知道 那这位同学 你能不能讲一下 你怎么认识龚裕仁的 好不好 他体育队里面认识的 龚裕仁 他是你的体育伙伴 体育我班有二十 有五 有三十几个 你好可爱 那这位同学 你在体育 体育队里面 你是参与什么项目呢 我是有 呃 呃 昨天也参加过前进比赛 哦 狗裕仁猜出来了没有 对 看样子妈妈都会知道 她都要回去问妈妈 妈妈都知道 她们整个体育队的人 妈妈一定很参与学校 说不定妈妈就根本是学校老师 是不是不是 有参与学校很多 好 龚裕仁 好来 我们来请这位同学 告诉我 你是谁 我叫李定庸 哦 李定庸 哦 李定庸 李定庸你以前有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哦 并没有 并没有 没关系 你也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我们欢迎李定庸先生 OK 五年八班 他们是同样体育队的 合并班 那龚裕仁 你跟我介绍 人家介绍你了 那你要介绍一下李定庸这位同学 这位体育伙伴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就是 呃 个性开朗 个性开朗 他会搞笑 会啊 你们两个谁比较搞笑 他吧 李定庸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谁比较搞笑 嗯 都 还OK 都还好 还OK 好可爱 喜欢体育蹦蹦跳跳 很有活力的小朋友 就是这样 好的 好的 我们要先谢谢育仁 育仁 拜拜咯 拜拜强哥 但是你电话不要挂 好 因为你刚刚答对的题目 我们要把礼物送给你好不好 好 来定庸跟校长打声招呼吧 校长你好 定庸好 定庸好 定庸想要跟校长说什么没有 嗯 嗯 我认出了自从第一次认识校长的时候呢 我看见校长还蛮注重那个教育的 我 嗯 你说 嗯 我想要多认识校长 我想要多认识校长 你好棒啊 你想要多认识一下校长 你看看 对 所以说请校长多介绍他自己一些 对不对 对 好的 那我也想请你花一点点的时间 介绍一下 刚才育仁他是喜欢操场 你是体育队的 应该也喜欢操场 除了那强哥比较少跑步 那你能跟我讲 如果我到你们的学校的话 你会介绍到你们学校什么地方去看一看呢 嗯 我要先带你去看 参观的是绿地 绿地 操场绿地 操场的绿地 那第二个参观的是什么地方呢 图书馆 图书馆 你们学校图书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校图书馆最近有新张网 很漂亮 哇 好的 灯会就可以听校图来介绍一下 因为定庸跟大家介绍了 有一个新装滑 美丽的 然后又很藏书很好的一个图书馆 我们要谢谢定庸跟我们介绍 你好活泼 而且你讲话好客气 又好清楚 很棒 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 好的 那两位可爱的同学 其他的呢 赶快打电话 8369-3398 儿童新闻 听厂长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听听全世界 卫生福利部啊 卫福部积极推动什么 口腔保健 儿童嘴巴牙齿屠符啊 旧齿啊 呃窝 这个 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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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風田啊 还有呢 学童啊 韩佛 漱口水啊 等等 已经使五到六岁的儿童的这个注牙率啊 从89.3% 就是十个里面有九个 都都有 到现在79.3 就是到八个 这样子啊 那这个注牙的如此 就注牙的经验指数 从7.3颗降到5.4颗 非常多啊 口腔医学专家就说了 口腔不健康 影响到生活品质 医学报告指出 孕妇口腔不健康 容易出现早产 对此呢 医生建议大人小孩 都要养成正确的 结牙技巧 以及口腔保健知识 提议家中 没有啊 未满六岁的小朋友 每半年要到牙医诊所去读服 满六岁的学生 应做很指低 大就指 这个沟的 这个窝窝啊 这个丰田 减低 蛀芽 发生 另外 要避免爸爸妈妈 在购物的时候 受到小朋友的打扰分心 纽西兰有家连锁超市 为来店购物的爸妈 带来的孩子提供什么 免费的水果 这么猛 这家超市的发言人就说 提供免费水果 目的是鼓励小朋友 吃新鲜水果 同时也让孩子们 安静下来 不要打扰爸爸妈妈 买东西 特别是在孩子肚子饿的 情况下 哎呦 一只炒一只闹 保安网怎么 shopping 超市将提供小朋友免费的水果 单独装框 放在水果 货架旁边 还有明显的免费标记 超市呢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检查 确保全天候供应免费的水果 当然 顾客拿多少 这个水果呢 凭你的自觉了 没有免工专门看管 哎 而不过超市并不允许保安网 将这个水果 其他 这个像其他的供应的免费赠品 都一样带回家 你吃在这边吃 你不要装 这个其实我就担心 其实刚刚这样听我想说 哎我们剧团啊 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这样子 嘛 对不对 我觉得儿童剧团嘛 也许我可以找个超市啊 或者是跟哪位朋友来合作嘛 对不对 提供一些 让爸爸妈妈看完戏以后 可以多吃一点水果啊 或什么都好 可以想一想 但是会不会每个人都不但吃 还要拿 拿还要装 装以后还要塞 那这就不 就 所以说一个社会 对 对 当然我要相信来看我们戏是有水准的 麻烦的就是来看我们戏的人并不多 来的都是好人 但是 你不能说不来的不是好人 这是并不是 好人是并不多了 亲爱的抢抢哥哥你好 我是鸡碎国小 二零八一三 精品号 爱唱歌的精品号 爱coleene的精品号 我的真心话 冒号 你好 我每次都写功课 很快再听你的节目 我每次听你的声音 都很开心 一个大圈圈 他很老很老的时候 精品号尽上 我特别献上 这次流浪狗之二的 等你其中的传书 是棉花糖 这个听节目 然后你愿意花点时间 call in 又甚至花更多一点时间 还写封信鼓励主持人 这是最美丽最快乐的时候 因为我们虽然在广播节目的录音室里面 但是此刻可能有好多好多的人 大朋友 小朋友 新朋友 老朋友 爸爸妈妈和孩子们 在不同的角落 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不孤单 我们甚至还觉得很温暖 像校长 他教学这么多年 现在也跟他身边 跟他的学校的学生 一起在听这个节目 谢谢你精品号 我们也希望每天都听节目 甚至告诉更多的人 深深期待 深深期待 走进传说的美梦 深深期待 深深期待 走进传说的美梦 精品号虽然没有来看我们的戏 但是有的人来看 我不记得有没有 没关系 我们要送你一张CD 对不对 我们要送他一张CD 谢谢精品号 打电话进来 也写信给我 好的 我们要继续跟校长一起来聊天 校长刚才跟我们讲了一个 这个不是传说 是真的 就是明天要考试 是不是 怪不得同学们很紧张 明天要考 是什么 期中考 今天跟明天 紧张紧张 这两天要考期中考 那当然 也许你现在在准备 听听节目 可能没有时间打电话进来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等会呢 校长会出一个私房题 欢迎爸爸妈妈帮你的忙 把你的姓名啊 班级啊 还有正确答案 写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粉丝团 就脸书上面 官方粉丝团上面 你看了以后 你再看看 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 这个想 可以跟我们上面连线 然后呢 把你这个资料给我们 明天 我们看看谁答对了 还给送你一个礼物 好不好 好的 那下次来跟我们讲一下 好像学校这个 很特色还蛮多的 又有体育队 然后图书馆 然后你刚刚讲是百年的学校 所以在建筑啊 在环境也非常的有历史感 没错 因为深坑一百多年 那过去也算是台北县 台北县的时代是一个 永续校园的指标学校 那也曾经是母语教学的 一个指标学校 那我们都把这些 林林种种的延续下去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说 我这趟回深坑 我的感受很深刻就是 跟我自己的家乡很像 那种成长的背景 包括孩子 或是我的家长 甚至地方 社区的民众 其实都是跟我很亲近的 很有人情味的 那我们 男人可贵就是我们 有足球队啊 有田径队 另外就是我们有国乐 还有施足乐 尤其国乐跟施足乐的发展 已经在深坑已经快二十年了 我们去年还拿到全国的冠军 所以我们去年十足月 我们还去 今年五月到沃沃沃 去做交流 那另外我们的音乐社团 还有直笛合唱等等嘛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歌仔系 也是一个 应该跟强哥来学习 你们还有歌仔系啊 是 没错 我们老师很热血 有成立歌仔系的教师社群 那我们教我们孩子 学生小学生也有去参加歌仔系的表演 比赛 好有趣喔 甚至于我们幼儿园就开始扎根 所以我们今年的幼儿园的一个 特色的教学就是以 就是用歌仔系作为切入点 那我们拿到教育部的教学卓越 这些银子奖 好有趣喔 另外就是阿公阿嬷 我们的热灵 也在推歌仔系 所以现在常常被邀约去做公演 所以这个学校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学校 大家很有相信力 那一定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或者是大家都想要问校长 校长在别的地方也教学做校长 然后现在回到 刚刚他们说想多认识校长 那回来我们这个深坑是定这个地方 你想让深坑国小这个百年的学校 如何在这个时代的小朋友 在这六年在学校甚至更长的时间 从幼稚园 这样子在门读起来的话 他在学校里面可以学到些什么 得到些什么样的能力 未来 因为说实在的 现在快乐的童年 大概只剩下国小了 到国中的压力就真的还蛮大 甚至到高年级了 是 那您觉得你在深坑国小 你想带来什么样的新鲜的快乐 空气也为孩子们加值什么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办学 我当校长当19年 然后我办了四所学校 我自己有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读书万卷 行路千里 完美乐活 至一至三 那像比如说读书 阅读是我们整个学习的一个基本功 所以我们今年才把我们的图书馆又重新整理 哦 很阅读 对阅读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多走进图书馆 开券有益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孩子走出去 去看看我们自己的家乡 甚至于离开我们家乡走出去 因为我也常讲一句话说 你路走有多远 你的世界就有多大 你山爬有多高 你的世界就有多宽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理念 增加自己的视野 对视野没错 所以我到我过去的学校在中义 我八年我推脚踏车 因为用脚踏车让孩子走出去 那来深耕也是一样 第一批的就是配合款 我就购置的一般辆的脚踏车 可以让孩子就是可以出去踏踏 所以深耕孩子也是我们去年开始 我们就带他们走木栅那一条脚踏车步道 甚至于到那个正大的山脚下 有那个艺文中心 是 那这样才有可能 就是让孩子除了说运动之外 也让他的视野会开阔 是 要透过阅读 是 透过到处去看 增广见闻 是 使孩子们的心胸视野更宽广 亲密日记 星期四 林林要考试 今天的我 嗨 今天你给我开心吗 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新朋友我们来接许慈恩 许慈恩你好 对 对 许慈恩也是五年级的 你也是体育队的吗 不是 我以为说都是体育队 你是什么 直敌队 有直敌队 有直敌队 你们学校也有直敌队 有有有 哇 学校的活动非常多 那 那 许慈恩 你以前有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没有 是第一次 可是你明天要考试 你还敢听我的节目吗 对啊 好棒 你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哇 你明天要考哪几科 要考试会跟数学 哎呀 都是强哥害怕的 强哥有个不怕的 没有 每个都怕 好的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欢迎已经准备好考试的 许慈恩同学 酷 强哥考试前又一次准备好 我最佩服这种同学 老神在在 哇 许慈恩跟校长打声招呼吧 许慈恩好 诶慈恩好 慈恩今天过得开心吗 开心 有什么开心的事快说 今天练练练 今天练练练 职织 职织 职织团练的 你今天考其中考还要统练 对 哇 我发觉你这样很均衡 他们也要比赛了 有比赛 你们什么时候去比赛 下礼拜 哇 你们是团比赛还是个人比赛 团 那你跟谁比 班级跟班级 就是跟别的学校 代表学校 校际比赛 对啊 哇 你们会吹什么曲子 用农村酒歌跟古老的大众 哦 好好 不晓得会不会泄露 应该不会 泄露比赛机密对不对 没有没有 好的非常开心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嗯 你是五年级对不对 对 好的现在校长 他要出一个私房题 你如果同学们知道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NEWS98 NEWS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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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粉丝团 就脸书上面 好 你就可以看到强哥跟校长的磨豆腐照片 因为深坑 听说学校还真的有个石墨 对 对不对 我们两个人正在磨豆腐 那就在底下 你可以写你的姓名 班级正确答案 那请校长呢 现在出题 你知道答案不要讲出来哦 好 我们先用词恩来测试一下 他知不知道 来请校长出题 在我们深坑国小的中庭 有一座铜像 是什么铜像 好的 好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开笑 那赶快到我们这个 NEWS98官方粉丝团 就是我们的粉丝团上面 去留言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了 也祝你明天考试 如同你现在讲的十拿九稳 下个礼拜的校季比赛 又是夺得很好的名次 好吗 好 谢谢你了 好 赶快去留言 好 拜拜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一分多钟的时间 请校长跟全校的同学 做一些鼓励和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深坑的孩子 大家好 其实我真的蛮感动的 因为每一次早上 我看小朋友在打扫 都非常的认真 也非常的努力 其实让我看到 其实我们深恨孩子 其实是比别人更努力 那其实乡下孩子 就是最大的就是 非常的认真 情仆 会比别人更认真 更努力 这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背景 的一个座右铭 所以在任何一个阶段 我希望孩子 你都可以用 比别人更认真 更努力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努力 要怕病才行 真的是很努力 校长讲了好几次 也就是他希望各位同学 在学校里面 准备的这些资源 教学的各方面 成长 学习的资源 好好去运用 在校长的这个呵护和指导下 大家好好运用这些资源 把握学习的机会 然后突破 然后让自己在小学的时间 就奠定很正确的 不管是阅读和开拓视野 这样子的一个胸襟 然后未来呢 才能走得更远 止于至善 我们要谢谢校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翔哥 好的 也谢谢各位小朋友收听 赶快到我们的脸书上面去留言 现在好像比较少 大家可能很紧张明年的考试 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留 对不对 班级姓名 还有中庭的铜像 到底是谁 是什么 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校长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小哥 谢谢跟各位说晚安 哎呀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哥哥奶奶 还早呢 还早啊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听故事 对对 听故事啊 从前 从前 哦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哎 故事不一样嘛 可是开始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小子时候你最想要去哪里玩 去 去 家前面的公园 还是去学校荡秋千 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螃蟹啊 她 想要到沙滩上走一走 哦 妈妈就带着小螃蟹啊 两个人啊 就走啊走啊走啊 小螃蟹好高兴哦 这是啊 她出生第一次出来走一走 哦 出来见见世面啊 小螃蟹就说 哇 大海耶 还有浪花 还有贝壳 耶 哇哦 放眼望过去啊 哇哦 都是螃蟹 这里是螃蟹 那里呢 哇 也是螃蟹 都是同类啊 哦 还有一些啊 不停被卷上暗的海浪 哇 这一切对小螃蟹来说啊 哇 太有趣 太新鲜耶 小螃蟹看到她的好朋友阿毛 她就大声地对她喊 阿毛 你也来咯 阿毛蟹也快乐地回答 对哦 对哦 你的数码宝贝还有几只啦 呦 比这个啊 那小螃蟹马上就冲出来了 哦哦哦哦 你们一定都输我哦 接着 大家就七嘴八舌 不停地比来比去 你们一定都说完了 你爸不会给你买的 我妈才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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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螃蟹高兴极了 她跑过来 耶耶 冲过去 看看这里 瞧瞧那里 八只脚啊 动个不停 动个不停 这时候 螃蟹马麻 在小螃蟹后面 很慈爱地就看着自己的孩子 突然呢 螃蟹马麻 觉得不太对哦 她仔细看一看 真的不太对哦 她皱起了眉头 就叫小螃蟹 小螃蟹啊 啊 什么事 孩子啊 我发现你总是横着走路 这样多不方便呢 你为什么不直着走走看呢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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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小螃蟹 听到妈妈这么说 自己吓一跳 对耶 我真的是横着走路啊 可是 可是小螃蟹实在不知道 怎么样用直的走啊 她就问妈妈 妈妈 你的话的确有道理 不过我没有看过你直着走路 你可不可以走给我看 我一定好好学习的 螃蟹马麻 她当然就答应了 她把八只脚举起来 发现自己 也没有办法向前执行啊 这个故事啊 好像是说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要求别人做到 所以啊 如果老师要求同学 爸爸妈妈 要求你自己的小朋友 别忘了要以身作则 宝贝宝贝 宝贝宝贝 宝贝 香香甜甜睡 明天你会快快乐